今年到現在一共跨境的電信詐欺恐嚇案件總數是多少 跨境的?我要再請我們統計處再統計一下來提供給委員 那如果不是跨境的呢?今年到現在有幾件? 一般的恐嚇還是詐欺的恐嚇? 類似像陸生他放的這些就是炸彈的這些相關的這種電信恐嚇 到今天今年有幾件?我們是不是只有這一件?然後就破案了? 還是說我們其實有很多件然後只破案這一件? 應該不只這一件 當我們只是破案的才公佈 那如果連你都不知道到底有發生幾件? 這我覺得很擔心 你要知道事情有多嚴重 你才知道怎麼解決 你才知道怎麼分配資源 你真的去解決它才能阻止它 到109年的時候 當光一年電信詐欺恐嚇案件就有586件 110年的時候光到4月就有299件 這其實數字非常的多 如果等比例的話 到今天我們至少也有三四百件 那如果只公佈這一件只是因為它破獲 那表示我們其他件呢? 我想知道說你們的瓶頸在哪裡? 是因為司法互助的國家不夠多嗎? 還是因為你們的人手不夠多? 我們現在進詐欺的主嫌大部分都是境外嗎? 或者是它整個集團一定都有境外的部分 大部分對不對? 他們也會隱藏自己啦 他也知道說他如果常在境外的話 對我們司法單位來講是比較困難查獲 我所聽到的你們大部分不能查獲 給我的理由都是因為他在境外 但是我們看到其實有一個新聞 像我們2019年 部長是你去跟波蘭籤的司法互助協定 我們現在不是說法 把它懲罰越來越越壓越高而已 你連抓都抓不到 那如果說你沒有去好好的安排你的人力 你最後大部分都忙在查車手 查人頭賬戶而已 你主嫌還是沒有搞定啊? 是謝謝委員指教我們會來努力啦 不能只是殺機警候 如果大家看到說100個你大概只抓到一個 你這殺機警候還是沒有效果 法務部長蔡清祥笑得好開心 身旁的人就是吸盡22億的三聯集團首腦 彷彿是另一個IMB 蔡清祥和詐騙集團首腦看似如交死期 他是我在擔任法務部長之前 但他該時序立刻打臉 蔡清祥2016年時已經當調查局長 2017年調查局就開始偵辦徐少東吸金案 更年蔡清祥當上法務部長 換句話說徐少東案正在偵辦 蔡清祥還跟他巧遇合照 2017年立案2019年搜索的時候 還有調查局裡面有官員去泄密 風風爆新的搜索的情資 如果蔡清祥是在調查局長任內 就已經認識這個人 那這個人會有四五孔 是仗著他有這樣的靠山 然後呢可以去詐騙 法務部長同框詐騙首腦 蔡清祥解釋 他是在公務行程結束後順道去遊玩 才巧遇這隱藏的詐騎飯 公務車然後你就卡正如便宜順便去遊覽 你是不是在卡遊 你會同意你的屬下 哎呀我檢察官喔去士林辦案 哎呀辦完到11點 哎呀我們就去洗個溫錢或怎麼樣 當然不可以你是公務車公務行程 互動的構成的話 我不敢講老朋友 絕對是你的舊事 騙了25億的IMB詐騙首腦 連總統府高層都跟他吃飯 現在連騙了22億的吸金飯 都可以跟法務部長合照 連他順道去觀光都遇得到 再巧也不能夠這麼巧喔 照蔡清祥這種碰法 那全台灣所有的這些 各大的這些詐騙集團的犯人 可能都跟他們照過相了 如果有一個部長 有這種情形那叫巧遇 但是你發現民進黨 從陳歐破 從鄭文燦 黃偉哲 這種種的巧遇 那我只問 那為什麼別人沒有這麼多的巧遇 因為我們找到的資料 這個是跨國犯罪的類型的統計表 那我們找到的資料只有到110年的4月 那其中除了我們今天所關心的電信架期之外 也有詐欺罪 對不起 電信架期恐嚇之外 還有詐欺罪 我想請問一下我們有沒有到最新的資料 這委員是立法院預算中心提供的 那部裡面我們應該也有相關的資料 麻煩再提供給我們一下 我請請教一下 今年到現在 一共跨境的電信架期恐嚇案件 總數是多少 到今年到現在 跨境的 對 我要再請我們統計處 再統計一下 來提供給委員 那如果不是跨境的呢 今年到現在有幾件 那就是一般的架期案 不是 電信架期恐嚇 電信的部分 純粹是電信 我指的是恐嚇 電信的詐欺恐嚇 因為你們這個分類其實也是分開了 詐欺跟電信詐欺恐嚇是不一樣的事情嗎 對 但是他的這樣的歸類 是不是跟我們部裡面的歸類一樣 我要再來了解看看 好 那就你所知 今年到現在為止 恐嚇有多少件 對於我們攻擊官 一般的恐嚇還是詐欺的恐嚇 因為 後來詐騙集團用恐嚇的方式 好了 這是類似像這個 陸生他放的這些 就是炸彈的這些相關的這種電信恐嚇 到今天 今年有幾件 我們沒有特別說電信恐嚇 也許我們是一般的恐嚇 也許我們是一般的恐嚇 有統計一般的恐嚇 那特別說針對用電信的方法 那每一件都要去了解去歸類 我想我來了解看看我們在 部長我問這個東西其實很簡單 因為我們今天關心到的是這個陸生 他相關的恐嚇 但是我好奇的是類似的恐嚇案件 到底有多少件 我們是不是只有這一件 然後就破案了 還是說我們其實有很多件 然後只破案這一件 應該不只這一件 這一件是後來有特定對象 很明確的被檢察官偵辦 那其他的很多他有檢舉或是有 部長我要講得很簡單 就是當我們只是破案的才公布 那如果連你都不知道 到底有發生幾件 這我覺得很擔心 因為這很簡單 你要知道事情有多嚴重 你才知道怎麼解決 你才知道怎麼分配資源 你真的去解決它才能阻止它 因為就我們看到 之前立法院預算中心的資料 到一百零九年的時候 當光一年電信詐欺恐嚇案件 就有五百八十六件 一百一十年的時候 光到四月就有兩百九十九件 這其實數字非常的多 非常的高 如果等比例的話 到今天我們至少也有三四百件 那如果只公布這一件 只是因為它破獲 那表示我們其他件呢 所以 部長我希望你可以可能了解一下 或許你們底下知道 到底有多少件 那我們才知道 到底處理的情形是怎麼樣 我看了你們的報告 你們檢調也好 警證也好 寫的都是IP在境外 透過VPN跳板 所以不容易抓 但是其實之前的新聞也有提到 電信警察也是出 電信的刑警也是出來說了 只要認真查都還是查得到的 所以我想知道說你們的瓶頸在哪裡 是因為司法互助的國家不夠多嗎 還是因為你們的人手不夠多 跟委員報告 如果真正查到說是在境外 來攻擊的話 那就要透過相關的機關 跟其他的國家來合作 那當然其他國家 它會看這個案件的性質 有些它比較限制於說是重大的 它才會提供一些比較充分的資訊 那像這樣的只是一個這種電信的方面的話 會比較大的困難 其實我想這個 這堅持到詐欺 我們現在進詐欺的主嫌 大部分都是境外嗎 或者是他整個集團 一定都有境外的部分 大部分對不對 他們也會隱藏自己 他也知道說 他如果常在境外的話 對我們執法單位來講 是比較困難查獲 我所聽到的你們大部分不能查獲 給我的理由都是因為他在境外 但是我們看到其實有一個新聞 像我們2019年 部長是你去跟波蘭簽的司法互助協定 對吧 是 當時候你知道為什麼會有這個司法互助協定嗎 你說跟波蘭的合作 對 我們就是一個電信詐騙大家的合作 就是這個管道需要建立 當時候是因為你2018年 你有一位苗栗的檢察官 是 要檢察官到那邊去查一個詐欺案 對 那做得非常成功 所以波蘭跟我們簽了司法互助 對吧 是是 主要的原因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我好奇的是 我好奇的是 我們詐欺 這是在我們詐欺案件的偵查的多少百分比 就是我們為什麼沒有更多的這樣子的例子 如果我們真的可以主決於 就把他的境外的case也找出來 嚴懲他 我們現在不是說把他 懲罰越來越高而已 你連抓都抓不到 那如果說你沒有去好好的安排你的人力 你最後大部分都忙在 查車手 查人頭帳戶而已 你主嫌還是沒有搞定啊 是謝謝委員指教 我們會來努力啦 好我們 檢警調 真的也希望能夠向上溯源啦 真正找到幕後的主腦 對這不是只有詐欺而已 是 這些炸彈也是一樣 就是你要抓 真的啦 殺雞儆猴 你只殺 你可是 不能只是殺雞儆猴 如果 大家看到說 一百個你大概只抓到一個 你這殺雞儆猴還是沒有效果的 你還是要多抓幾個才有效 所以你可能人力調度上 真正去溯源 真正去追逐嫌的人力一定要夠 是 不然最後 車手 人頭帳戶只會越來越多 是我們 除了法制面 我們也感謝委員的支持 很多相關的法律都很快速的通過 那 實行面當然我們檢警調 都應該要想盡 更好的方法 也要用善用現代的科技 來偵查 當然善用現代科技 還有就是你們 你們檢警調 如何分工 我覺得你們可能要好好的協調一下 才不會 一件事情很多人在做 那 當然 分頭 可能有 有好的 好的結果 但是 也是有點浪費資源我覺得 我覺得你們現在真的是人手已經很不夠了 大家壓力很大 你可能要想想 如何好好的去分配有效的資源 那不是只有你的資源 你可能也要跟其他部會 檢警調都要來協調一下 才不會 人都已經不夠了 還好多的人再重複做一件事情 好嗎 我會請高檢署 他們真正的來整合 包括行政檢查局 當然 實際上 你還 hell 都有些iin 台詞 den